在这个休赛期,龙多加盟了胡人,为着只充满天赋的年轻球队,带去了一份沉稳与冷静,而在近日龙多接受了采访,发表了自己在一段时间训练中对年轻球员的评价, 他说他对这些年轻球员抱有很高的期望,自己会作为老将,在场上承担一部分项链的工作,帮他们做很大的提高,确实,胡人只只拥有英格拉姆、鲍尔、苦兹马的球队,天赋马满,再加上老扎这样的领袖,很有可能会在近年来重建紫金辉煌,其实,NBA一直以来都存在这样天赋马满的球队, 他们拥有即将成长为虚心的新秀,拥有能产生出次化学反应的球员配置,但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,得到不同的结果,近十年最具天赋的五大球队, 明年苏达森林狼且不说森林狼在去年以来几米,巴特勒、克劳福德等成熟的球星,从2014年开始,狼队零年获得维基斯与堂斯,双状的组合,绝对是当年全联盟最为看好的球队, 两位九五后拥有无穷的潜力,这只狼队复兴在即,然而,现实却是,森林狼的战绩却并没有任何好转,仍然是季后赛门外的球队, 即使今年有巴特勒中球星的加盟,才勉强刚刚迈过季后赛门槛,或许,还是由于这只狼队太过年轻,在经验与球队融合方面,难以用先负密度啊,二费成76人同样, 76人,由于计入多年,在近几年来疯狂补强,高顺位天采连,连内陆徽下,恩彼得,西蒙斯,傅尔茨,雷迪克,各个位置都有强人,一扫贤先年76人的入态,在上赛季傅尔茨上退的情况下, 上帝联手就能让76人,再度成为东部豪桥,对于这样一支天赋爆表的球队,他们的路才刚刚启程, 未来几年他们定能够更进一步,三,洛杉矶快船相比于76人与森林郎,可能快船没有获得那么多高顺位球员, 但是,球队在2008年,从二罗秀里,捞到了宝贝小乔丹,09年又摘了壮格里芬,11年阴差阳错,迎来了苦于篮球员烟,未能夹忙胡人的保罗, 再加上冠军校头李福斯相助,这支球队一度被看好,后来,JJ雷迪克逐渐保持了高效的输出,向李福斯逐年成长,快船也一度在常规赛踢拨拨展浪, 删入季后赛,然而却连年遗憾止步,莫非真的是由于保罗的细节地板魔咒,四,金州勇士说起现如今NBA实力最强的球队,那B数勇士队了, 特别是杜兰特,考新斯的家吗,让这支球队几乎处于不败之地,然而,当我们回想在两年前,没有杜兰特与考新斯时,那时的勇士也是一支战胜詹姆斯, 赢得总冠军的强队啊,当时队内选秀顺位最高的是伯古特,但勇士的核心却是后场,库里,汤普森,格林,这三人并不是被看好的新秀, 但经过多年的磨练,科尔鬼才一般的指导培养,2015年,这支进户平民球队的勇士,竟然战胜了三巨头领军的骑士, 5、俄克拉克马雷霆在我看来,历史上选秀眼光最强的球队,就是雷霆,特别是在这个赛季后,当年雷霆三少军已成为MVP球员, 这也让所有球迷幻想,如果三少至今还在一起,回想当年的雷霆,特别是在2012年,威斯布鲁克,哈根,杜拉特,邦卡,帕金斯,这样的阵容让波波老爷子也感慨,他们不需要斩数,单打就可以啊。 然而面对实力更胜一球的麦艾米热火三巨头,雷霆三少略显青涩,遗憾落败,但毫无疑问,他们在所有人眼里,必定还是那个最有实力去抗衡热火的球队, 可是,雷霆有这么多有天赋的球员,却没有一个有天赋的雷管。 以至于,多年以来,雷霆屡屡拥有豪华阵容,也难踏上总决赛地板,天赋,无疑是一支球队选择新球员的首要条件,一支球队友好眼光,选到了宝贝却不能好好珍惜,发扬其最大的光芒,那也只能说是这支球队没有兑现天赋,浪费了球员最好的年华,仍旧是失败者,有人便费为宝,有人便保卫费, 谢谢